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1月2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咱们看看相关房企的一些消息 恒大又一块土地被地方政府收回了 近日,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发布 闲置土地认定公式 沈阳家园置业有限公司 位于沈北新区的102国道东侧 35地块被认定为闲置土地 这个沈阳家园置业有限公司 它是恒大地产集团 沈阳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那实际上就是恒大有一块地 在沈阳已经被认定为闲置了 那这块地一共多大呢 面积是18.65公顷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及其他商服用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的是动工日期为2020年5月27日 上述地块曾在未按期动工满两年情况 依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国有资源部第53号令规定 认定上述地块为闲置土地 闲置原因为企业原因 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现象社会予以公示 这个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那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没收嘛 收回 因为昨天这不是武汉干把这个恒大的11块土地 一共是一百多万平方米啊 就无偿收回了 恒大直接损失56个亿 那沈阳市也不甘落后啊 立即宣布恒大的这18.65公顷的土地 被人民为闲置 也要收回 咱们一再说 这个恒大名下没有资产 什么只要没有东工的土地 政府统统要收回去 连保证金都不退啊 无偿收回啊 而且随着这个恒大重组的步伐临近 那这些机构和这些政府 这些债权人处置恒大的资产 会越来越快 在恒大正式重组之前 这些资产可能都处置完毕啊 恒大就剩一个壳 境内没有什么资产 属于恒大的了 就是恒大自己还能调动的 没有了 我看有人留言呢 说政府收回恒大的土地 不合法或者是这个私有财产啊 不应该没收啊 就是这个意思吧 持这种观点的人呢 可能对这个土地开发有误解啊 所谓的土地拍卖 所谓的把地卖给开发商 不是真的把地卖给开发商了 然后开发商把开发完了之后 把这地卖给业主了 地啊 永远输入国家的 根本就没有卖过 很多人这个概念一直是错误的 土地从来没有卖过 什么人卖过地啊 地永远输入共产党 卖的是使用权 大家搞清楚了吧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个使用权出让 出让给这个开发商 开发商把它开发商房子之后 房子卖给业主 业主买的只是上面的房子 你那个房产证上有土地吗 有一分一毫的土地吗 毛都没有 只有房子 所以大家都有误区啊 政府卖给开发商的 是某一项权利 这个权利啊 两年之内 你要不用就过期了 它就要收回 不管是工业用地 还是住宅用地 还是什么其他的性质的用地 都是使用权 那个地啊 根本就不是你的 唯一说有地的啊 就是农民的宅基地 那是农民自己的 但是宅基地到现在也没却传呢 还是模糊地带啊 农民种的地 那也是村基里的 跟农民自己没关系 你也只是承包啊 比如每个人两亩地 一亩地 那一亩地跟地啊 是承包 不是那个地是你的 那个也是集体的 所谓的集体的也是国家的 农民严格意义上就是宅基地是你的 但是宅基地呢 有没有缺权 但是现在宅基地是不是在缺权 我不清楚 有的地方可能已经缺权了 只是不让你流转 就不让你卖 不让你变更 啊我们再看 11月21日 一位知情人士 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透露啊 中国澳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澳元 计划对境内债务进行整体打包重组 目前正在与境内投资人逐一沟通 三下重组方案 涉及的境内公开市场债务总额约为116亿元 中国澳元品牌负责人对该消息不如置评 表示有进展消息会议公告方式第一时间披露 这个澳元呢 也是去年就爆雷了 一直拖到现在 他这个境内债啊 实际上规模不大呀 才100多亿啊 境外债估计也不会太大 但是啊就体量这么小 他想充足成功也不那么容易 那大家想一想恒大呀 恒大这个总负债是2万亿啊 可想而知它的难度有多大 远洋集团子公司1.6亿非标融资展期 所谓的展期啊 就是暂时兑付不了没钱 1600余万商票出现逾期 那就这个商票直接就逾期了 供应商的钱给不了 商票也兑付不了 这就是远洋集团呢 按照恒大的那个说法就是爆雷啊 远洋集团这个股权结构也很奇怪啊 说到国企吧 它又好像不像是国企 你说到不是国企吧 它又确实是国企 跟那个上海的绿地啊一样 给人感觉就是不是耕红苗镇的国企 是那个外围国企 国企的外围 华夏幸福债务重组放缓 希望年底前境外美元债重组能有最终结果 这个华夏幸福啊 债务重组已经重组了两三年了 到现在还在重组 还要放缓 就说明这个债务重组啊 这个过程相当漫长 相当复杂 华夏幸福的体量才多大 跟恒大没得比啊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恒大的债务重组 没有信心的原因呢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政府啊 包括这个金融机构啊 包括其他债军人提前跑路的原因呢 提筒跑路 先把这个恒大的资产处置完 不等了 等不起 也等不及 确实等不起啊 这个债务重组一拖好几年 最后啊 我们看一个万科的消息 大家可以看段视频 11月21日 万科A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新增不超过500亿元 直接债务融资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市场的公司债券 中期票据 短期融资券等 或各品种组合 这视频介绍的比较详细啊 实际就是主要说万科啊 准备新增不超过500亿元 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 这个就是董事会授权呢 最终股东大会表决 一通过 那么这个万科的管理层呢 就可以以各种工具去借钱 总额是500亿 500亿什么概念 万科的市值才1500亿啊 直接去整500亿的现金来 那万科要是500亿现金干什么呢 万科现在缺钱吗 万科又突然看好房地产市场了吗 要扩大是吗 所以这个500亿啊 很蹊跷 更多的理解为万科现在赶紧能借钱啊 把钱借到 拿着这个钱过冬啊 万科认为 接下来三年 这个房地产可能是一年比一年惨 那他现在能拿到钱就先拿钱 准备好过冬 应该这么理解吧 你怎么能理解成万科拿了500亿 然后去收购吧 并购恒大 这个融创的项目 再去拿地 这叫逆势扩张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央行啊 救世的消息 保救楼 债银新政 2000亿元 免息 债贷款 将放出 继第二支建 金融16条 以及支持 保含 置换 预售监管资金等 力度空前的政策 落地生肖后 房地产业 债银重磅利好 11月21日 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 全国性商业银行 信贷工作座谈会 从金融支持 稳经济大盘的角度入手 对房贷政策进行了新部署 据悉 央行拟发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在2023年3月31日前 央行将向商业银行提供 2000亿元免息再贷款 支持商业银行提供配套资金 用于助力保交楼 封闭运行 装款专用 有业内人士表示 本次座档会明确了 商业银行后续将加大 对房地产融资 尤其是对保交楼工作的支持 化解了房地产企业 建筑企业正面临的资金问题 说的没有错 就是央行拿2000亿 这个是免息的 给各个商业银行 然后商业银行拿着这个钱 再去作为保交楼的配套资金 央行关注房地产 利好是一个接一个 救市手段是一个接一个 说明什么呢 他每出一个救市手段 就说明前面的都无效了 不够 量不够 还加量 就是要效还不够 效果不行 所以再加量 你只能这么理解 如果说前面的政策的有效 他后面就没必要继续出台 什么救市措施 过几天央行再出一个救市措施 那就证明他这个什么 2000亿免息再贷款 又失效了 没起到效果 所以他只能再出这个利好政策 这个逻辑没错吧 没有任何问题啊 至少说明前面出的那一套眼花缭乱的救市措施 打了水漂 所以咱们说啊 这个央行的这个要效啊 越来越短了 再这么救下去啊 你央行怎么救 市场都不认为这是利好了 都疲掉了 疲劳了 什么没疲劳 天天吃药 谁盯得住啊 天天打鸡血 最终会透支的 大家不要小看着这个2000亿免息再贷款啊 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国开行和财政部已经提供了一个保交楼专线借款 那个是2000亿 再加这个2000亿那就是4000亿 我们保守的估计啊 就是政府啊 从开发商 从那些房地产企业老板身上还能炸出2000亿 这不算多啊 逼他们卖房子 逼他们卖包啊 卖那些字画 名表 飞机 要保交楼啊 所以炸出2000亿 不算多 三个2000亿就是6000亿啊 6000亿 这个都可以作为列后资金啊 商业银行提供的配套资金作为优先级啊 这个没毛病啊 这个央行自己都承认了 配套资金啊 可以作为优先级 要跟法院谈清楚啊 到时候万一法院的查封啊 这个钱得给银行 你可不能挪走啊 我记得那个16条里面说的很清楚啊 那6000亿的列后 那你要按1.5的杠杆 那就是3万亿啊 相当于给保交楼啊 注入了3万亿的资金啊 所以说啊 我一直强调啊 从去年恒大爆雷 我就说啊保交楼没问题 最终啊 这些烂尾楼啊 都会复工 都会交到你手上 如果你维权维得厉害 维权积极的 那你保交楼就快 维权不积极的就慢啊 窟窿实在太大 政府也救不了的 那个就拖几年 拖7年8年9年都有可能 但是这种项目是个别的 你看 央行啥话不说 旧房企啊 靠的是嘴 旧这个烂尾楼 保交楼这个 那是实大实的掏钱呢 靠嘴也是不行的 这是政治任务啊 提高政治站位 所以你看 不低于3万亿的资金 终于用来保交楼 对房企的利好就是什么呢 一共就两千多亿的 这个叫增性呢 额度 有中债增性公司 给他担保 你能不能发出债 那是你的造化 反正中债增性给你担保 第二个就是监管资金账户啊 30%的 你可以开保函 拿去用 这是旧房企的 只是房企能不能救得起来呢 那也是看造化 看自身的资质 救不起来那就拉倒了 所以我一直说啊 这个碧桂园 龙虎这些优质民营房企 它的暴雷啊 可能就要延迟 本来今年年底暴雷 但是看样子啊 要拖到明年再说了 因为央行这集帮府 给这些民营房企 松了一口气啊 多了一些增量资金 最近啊 有专家称啊 房价回落27% 这个房市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就健康发展 我不知道他这27%是怎么算来的 但是目前这个楼市情况 不降价似乎也不行啊 这么演变下去啊 到明年啊 你就是降价你也卖不出去 没人买 你今年降价说不定还是买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是建议啊 直接打七折啊 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啊 发购房券 你买100万的房子啊 政府给你20万的购房券 那开发商掏10万 政府掏10万 这样看上去房价没跌啊 但是你是8折买的房子 是在市场价的基础上 8折买的房子 这个专家说啊 价格回落 价格 房价回落27% 就可以恢复正常 那就相当说打七折嘛 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因为时机错过去了 他这个病情啊 在外深处发展了 本来是胳膊上的问题 现在已经转移到脑部了 你说你还得着胳膊治 能治的好吗 所以说你看今年 降首付 降利率 松绑限购 央行的这个密集的出台这个救世措施 能用的工具啊 基本上都用了 那个楼市有反应吗 楼市啊一点反应都没有 无论是10月份的数据 还是11月上半个月的数据 它都是在下降 环比同比 销售面积 销售价格 还有销售的金额 都是在下降 从这个2022年半年报来看啊 国内的上市房企业绩啊 同比下降50% 就是房地产企业也不赚钱了 业绩下降50% 金九银石啊 这种黄金销售期啊 成交量居然 创出历史新低 近五年来最低的 那土地拍卖市场呢 百强房企啊 拿地规模 同比下降60% 只有40%的房企啊 参与了拿地 还有60%的房企都不拿地啊 你比如说碧桂园 他就一块地都不拿 那就别说恒大 融创 这些爆雷房企了 他根本没法拿了 现在拿地的都是地方国企啊 都是这些 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地方政府的白手套 去拿地去托底去刷单 最终是虚尊土地出压金收入 所以这个财政部啊 才要求啊 第一个不准举债储备土地 就是借钱去储备土地 然后再去把土地卖掉 再从银行套取这个资金啊 再把这个债还掉 剩下的钱呢 去发工资 因为他土地收来之后 一买一卖 这中间价格差上几倍啊 利润丰厚啊 所以地方政府就喜欢卖地 卖地粗暴简单的 而且钱多啊 什么搞什么实体经济 搞制造业 一会儿到处去罚款 到处去收人税 那多累啊 然后动不动还搞优惠措施 还要这个减税 降费 有什么中小微企业 扶持 都是鸡肋 对地方政府来说 又不来钱 事还多 卖地多粗暴 所以很多地方卖地收入 占财政收入80% 搁谁谁都愿意这么干 轻松啊 一年拍四次 土地一拍就完了 钱就来了 然后呢 拿着这个钱呢 一部分发工资 一部分马上就去翻修啊 城市的马路修宽了 开始修地铁 然后修高楼 写字楼 然后搞什么公园 城市打造的越来越漂亮 它的政绩就有了 那城市搞得漂亮呢 你看 红红火火 我说的比较简单啊 大家想一想 郑州啊 这地方是不是都这么干的 你把它想简单的 它就是这么干 没什么企业 没什么实业 不会玩 而且还累 关键还不讨好 你搞企业风险大啊 它有经济是有周期的 动不动这个出口下降 动不动内需不振 这个企业都受影响 只有上海和深圳 这两个地方 房地产的这个收入啊 只占单地的30%到40%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水平吧 那就说明上海深圳这地方 实业办的还是不错的 那当然了 你投资很多人都愿意往上海跑啊 愿意往深圳跑啊 这也反过来说明啊 其他地方政府想搞实业 想搞制造业 什么加工啊 也不容易 人家也不愿意去 所以说从楼市的发展看啊 一个是看这个基本面 看供需嘛 一个是看民营番茄的处境 那这两条现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所以啊 基于这两个 你问题不解决 你其他的救世啊 就难以达到目标 没有什么效果 从这个供求关系看啊 这几年啊 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需求方面透支 根据这个统计局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统计数据啊 近五年啊 累计成交了74亿平方米的住宅 实现63万亿的成交额 占过去20年 这个GDP啊 41% 意味着近五年啊 释放了以前十年的这个需求 所以就需求这块已经透支了 第二个呢 供应这块呢 也是透支了 据统计啊 70个大中城市的库存达到了10亿平方米 而在未来这三年内啊 潜在的供应还有5亿平方米 因为这一地都已经在开发商手上了 开发商拍到手了 他总得开发不开发 那不就又要被收回吗 闲置土地啊 他一开发 那就意味着还有5亿平方米的这个新房 又要供应 那就意味着这个库存啊 越来越高 现在这个人均居住面积啊 达到了42平方米 是日本的2.5倍 韩国的1.5倍 当然比美国要少 美国人均是67平方米 当然美国是真正的叫地大物博 人家土地比中国要这个多啊 中国啊有个湖环庸线啊 这个湖环庸线 这个万东的 这个人口密度特别大 万西呢就不适合人居住 但是美国呢 好像适合人居住的面积啊 比中国大得多啊 它的人口是中国的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说从这点上看啊 就是中国的人均居房面积 照美国也不差 美国虽然是67 但是人家那个地实在是太多了 第三个是房价投资啊 过去20年房价持续上涨 房价的符合增长力啊 达到了7% 实际上正因为这个房价 一直稳定的增长 所以他就刺激了这个投资的需求 没有比 没有什么比投资房地产更好的 你看他每年增长7%嘛 平均啊 你干什么能挣这么多钱呢 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去炒房 你越炒它价格越涨 这变成一个正向循环 直到最后涨不下去了 来个刹车 开始负向循环 现在快到负向循环的时候了 流行的说法叫负反馈啊 第四个啊 支付力透支 过去10年啊 居民杠杆率上涨了7倍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超过38万亿 就是咱们韭菜啊 身上背着38万亿的这个房贷呢 正以为大家都背着房贷 整个的房贷是38万亿 所以大家都不敢花钱呢 加上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 又是要失业 又是裁员的 又是降工资的 所以大家只能啊 亡命的存钱 你要钱多的 就把房贷给还了 钱少的他也慢慢存 总之啊 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非必要不花钱 勒紧裤腰带 所以你看这38万亿的这个大伤呢 就压在韭菜身上 如果你的收入在增长 这38万亿不是事 无所谓 慢慢还 但是你收入在下降的时候 38万亿就变成一个大伤 非常沉重 压得大家喘不过气啊 这样导致你拉动内需啊 就成了一句空话 你根本拉不动 内需拉不动又导致经济啊 增长发力 你看这是不是又是负循环啊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你要激活整个市场 你就允许人投资 把这房子当个金融产品去投资 投资标的啊 但这个又是个毒药啊 叫饮蒸止渴 你的房子再投资 它就得涨 要不你要跌的话没人投资 那涨 往哪涨 又是个双刃剑呢 而且把这个这三年啊 这个房地产调控 宣告失败 还得把房住不少的帽子都摘掉 行吗 就像这个动态清零一样 就像防疫一样 既要又要 这个房地产调控啊 跟这个疫情防控啊 高度相似 房地产不救 那么下一步就是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一爆雷 这不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整个经济更加完蛋 房地产救 那就是现在的结局 央行算是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但是没有起色啊 根据专家的建议啊 目前啊 统计局统计的全国的这个 房产的均价是10139块钱 每平米 这是全国均价啊 下滑27%什么概念 那就是全国的均价是7400每平米 说降到这就正常了 按照2021年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 计算呢 这一年啊 一家两口每年可支配的是7万块钱左右 如果按照平均房价7400每平米来算的话 那么10年就可以买下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 这个算上去啊 好像挺合理的 就是两口之家共同买房10年就差不多 但事实上呢根本就不是这样 可支配收入啊 3万5 你不能全拿来买房 你小孩要上学 小孩要吃饭 还有老人要上 可能还要生个病啊 上医院看 虽然有医保 但是个人也要掏不少的钱了 随便 随便生一个大点的病 基本上也就掏空了 一年3万块钱 在大病面前 那都不叫钱了 所以呀 相对于年均可支配收入3万5 这个房价7400还是高啊 所以这个专家的建议啊 实际上不可行啊 很多人觉得可行啊 你看房价降了 就解决问题 咱也可以买了 就当时他不想这个房价一降 会带来哪些次生灾害啊 结局导致啊 他还是买不起房 生活质量更差了 更难赚钱了 正常逻辑是什么 正常逻辑是 稳住现在的房价 就是一万一平米 不要动了 然后呢 想办法 提高叫人均收入 现在人均收入只有3万5吗 你把它提高到5万 比那个房价下降27% 要广用的多 大家记住了啊 收入提高到5万 这是正反馈啊 房价下降的叫负反馈 有连锁反应的 正反馈才是解决问题啊 这叫发展中解决啊 所以想办法提高韭菜收入 这是咱们频道啊 咱们这个节目一直说的 你不救韭菜去救房市 那就是口号 没有用处的 终究是要救韭菜 韭菜的收入啊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万 不行 你就翻一倍达到7万 你看那房地产怎么样 迎刃而解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怎么样 让韭菜的收入达到7万呢 能够翻倍呢 这里面问题就多了 所以我一直说的 现在房市它已经不是 简简单的房地产的问题了 它涉及到经济了 方方面面 你在去年的时候啊 如果把房价一下降到7折 这个房市说不定稳住了 哎 负作用也没那么大 但是今年已经不行了 今年你把房价降到7折 也是买不起 反而会造成次生灾害 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 提高韭菜收入 提高韭菜收入 就涉及到外贸 外贸又涉及到外交 还涉及到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你继续清零 那就把韭菜的口袋 清的干干净净 口袋比脸干净 那你还指着他们买房 还指着他们去拯救房地产 怎么可能呢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